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 比利时的维尔维耶 为您带来的是 2013年乒乓球男子世界杯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在两位德国的选手之间进行 是继军的争夺战 是由世界排名 第五位的 波尔对第六位的奥卡洛夫 来看一下比赛的第一局 世界杯的比赛呢 在2013年的10月25日至27日 在比利时的维尔维耶 进行三天的较量 那么今天呢 是比赛的最后一个决赛日 一共呢进行三个阶段 那么进入前八名的有 中国的许新 延安 唐鹏 德国的奥卡洛夫 庄志渊 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 德国的波尔和普通牙的弗雷塔斯 那么在四强的比赛当中呢 是许新 战胜了奥卡洛夫 另外 另外 波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也是输掉了比赛 输给了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 没有竞争决赛 4-1 1-5 1-6 因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 可能整体的战绩上 波尔呢是赢多 富少和奥卡洛夫 但是今天波尔的状态 确实和以前的比赛呢 有些不一样 因为波尔呢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和萨姆索诺夫打的时候 也是0-4 就输给了老将萨姆索诺夫 8-1 1-9 所以今天波尔啊 可以说胸多吉少 因为也介绍了 他因为昨天晚上呢 没有休息好 跟他的教练朱小勇 也交流了一下 这个是有原因的 没有休息好 所以今天比赛不在状态 2-9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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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盒凯老夫 10-3 9-3 10-3 先胜了第一局 大雨 稍后呢 将继续给您带来 这场比赛的第二局 平凡的 奇状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这场比赛的第二局 第一局奥卡洛夫赢得很轻松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确实波尔的状态非常差 因为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据波尔德国队的教练周小勇介绍 因为波尔德爱人 在12月份 就要生孩子了 怀孕了 所以本来她是住在 酒店的三楼 搬到了一楼 昨天的是 酒店有一些 有Discord的一些活动 所以一直没有休息好 那么今天的比赛 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3 1 3 1 4 因为 朱小勇教练也介绍了 他说到 波尔的打机会球 是很少很少出现失误 但是在今天上午 和桑普索诺夫的比赛呢 是频频 在机会球上 屡次出现失误 5-1 5-1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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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交课情况呢 是波尔呢 受过数少 今天这个情况看来啊 会是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谢谢 3-6 3-6 6-4 7-4 5-7 奥乔洛夫是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铜牌 这个运动员可以说现在是和德国的波尔 他们两位选手是欧洲男子选手当中最强的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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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尔今年32岁 所以教练对他的评价还是非常高 非常敬业 这局现在奥特洛夫6比1领先 但是自己出现了一些主动性的失误 现在比分追成了7比8 谢谢大家 好球 这样富尔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把比分打成了10比8 反超两分拿到局点 实际上我觉得波尔对于奥特洛夫 还是有一定的震慑力 毕竟是德国的一号 奥特洛夫还是比他的资历 和他的整个能力上 包括成绩上都不如这个波尔 关键看波尔能不能正常的发挥 这样10比8 波尔扳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一平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第三局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13年乒乓球男子世界杯的第三名的争夺战 好 观众朋友们 对于运动员来说 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太难了 因为不可能每一板球对于你最合位的时候 所以你要想板板发力 那对运动员这种打法上来讲要求就太高了 所以中性球很少 发力球太多 但是有很多类型的选手也都处于这种情况 就是希望板板都要合位 3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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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好球 好球 这种球就是体现双方的真实的一种硬性实力的时候 双方在强强对抗对拉 那么需要的是力量 需要的是这个步伐 1 4 2 4 3 7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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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球性很好的人才能够处理的这么巧妙 大家来看这本来是一个擦网球 但是波尔磕了一下 波尔的球性 手上的感觉也是最优秀的 好球 继续发力 正手拉住 7 5 多次 谢谢观看 啊 啊 8-5 5-9 5-10 5-10 又是一个机会球拉丢了 这样10-5 张夏洛夫拿下第三局 现在2比1领先 主要是沃尔的一个状态问题 这种状态我们很少看到 就好多机会球打不着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那么前三局是波尔 1比2落后 1 2落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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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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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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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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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2 2-6 2-7 男子乒乓球世界杯的比赛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第一届创办于1980年 那么在已经进行的33届的比赛当中 中国选手是获得了19次的冠军 19次的冠军 像波尔他拿过两次世界杯的男子单打冠军 8-2 在这场季军争决战之后呢 还将进行男子单打决赛 就是许欣对老将萨姆索诺夫 2-10 3-10 10-4 10-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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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萨姆洛夫 冠军争军争军 赫尔就四局 现在3比1顶先于霍尔 那么稍后呢 我们将接着为您带来2013年 在比利时维尔维耶进行的 乒乓球男子世界杯的 军军的争夺战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第五局 1 左 2 2 1 2 我想正常来讲的波尔的这种打法和奥恰洛夫的打法 应该说波尔是占有优势的 特别是波尔的反手 他上拳球拉球的能力很有实力 但是状态不好呢 他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 波尔的状态第一点就是每一个球感觉到他机球的时间比平时要慢 原来是对机球每一板球他有提前的判断 因为今天的这个状态呢 他的整个机球感觉球到了他自己的球台上 他才开始做动作 就是机球时间太晚 反应慢 第二条呢就是说在他主动进攻的时候特别是机会球 正手的机会球平时他很少拉丢 今天失误的非常多 总之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 特别要注重身体素质的这种保持 这个球我们看到 波尔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连续进攻 这个状态好的时候 就是在球台上画一个八字 起手非常高 现在奥加洛夫是叫暂停了 我们看看奥加洛夫非常小心 虽然大比分优势这么明显 但是还是很及时的叫了暂停 6比3 3比7 4比7 4比5 8比6 5 4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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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的 5比6 6比5 没有拉出这种高质量 没有拉出力量 这样的话呢 也给奥特洛夫一个喘息 打反攻的机会 5-9 6-9 10-6 奥特洛夫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0-6 这场比赛就结束了奥夏洛夫 是4-1 战胜了 德国的霍尔 他的队友 获得乒乓球男子世界杯的第三名 好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下面已经介绍到这儿 是4-1 3-1 3-1 3-1